大陸重慶萬州區因連續降雨 導致河水暴漲淹沒的街道 一樓的商鋪已經淹到聖天花板 民眾不是跑出來逃出來 是游出來 民眾游到住所只為了指引 住家二樓還有等待救援的家人 現在連下樓都不知該怎麼下 水位實在太高了 這位阿嬤套著救生圈 在水中再浮再沉 只露出一顆頭 救援人員拉著她 往安全的地方轉移 阿嬤緊張的全程緊閉雙唇 甚怕一不小心把漲水吞進去 這時洪水已經來到了 最高水位線的標誌 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古橋只剩頂部露出 由於雨還在下 目前重慶萬州區 已經轉移了4500位的民眾 財產損失還在統計中 咦 橋的另一端怎麼不見了 變成了一座斷橋 原來重慶連日的豪大雨 衝垮了橋墩 為了確保列車運行安全 重慶這一段暫停行事 不只重慶萬州的橋斷了 陝西漢中這一座 鎮上民眾上班上學必經的橋也斷了 橋下竟是滾滾黃流 湍急的往下游 至於四川南沖 24小時超過200毫米的雨量 讓19個鄉鎮全泡在水裡 暴漲的河水淹沒了周圍的土地 沖回了居民屋中的物品 目前已經轉移了4000多名當地民眾 大陸水利部表示 自陸續以來 全大陸已經有189條的河流 超過了警戒水位 而新一輪的大雨又要來襲 由於情況太過嚴重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有關部門加強統籌協調 權力搶險救災 TVBS新聞謝賢夕請向如綜合報導